曲名字幕提供 作曲名字幕提供 写作词 录音 人牟唤醒 海底 浸驭的沉睡 银香星河 在我蓝色的星寒停泊 远方的是个藏进漩涡 小雨泪中会化作泡沫 想念的云随着风侵落 我依然记得 心在天高海阔 烛灯火一起看日落 谁的梦又不曾没过 我何曾失火 心在白日梦境 透灯火梦又谁经过 人生不过如烟 人生不过如烟灯火 我依然失火 人生不过如烟灯火 谁欺负你了 孟伟国在吗 我有点事要找他 在 你先进来 我给你叫他去 你这一大早她找我有什么事啊 还把我交到这儿来说 怎么了 爸 我不想回怀城了 我能不能留下来啊 你不是一直吵着要回去吗 怎么了 你妈现在又担你头 你又不舍得了 那是之前我刚来这儿的时候 我还不太适应 现在 现在我真不想走了 我说林雨晶 你怎么跟这里的天气似的 说变就变 你才来了几个月吧 就有感情了 平时也没见你 多往家里跑几回啊 之前是我不懂事儿 我错了 以后我跟你保证 你说什么是什么 我肯定也不还嘴 我不会再给你添任何麻烦了 我之前都没有求过你吧 就这一次 我求你把我留下来行吗 你妈妈的性格 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她决定了的事 我是拦不住的 这件事情你求我没用 我帮不了你 怎么可能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爸 只要你愿意 你都有资格把我留下来 我还真没有资格留下你 我已经签了字了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看我有什么用啊 这件事情 当初还不是怪你自己 不愿意住在这个家里 你说说你给我找了多少麻烦 再说了 你妈妈现在要带你回去 这不正是你当初想要的吗 我可真傻 我怎么会想到来求你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你就是不想要我了 之前把我说一下是我妈让的 现在把我赶走也都是听我妈的 什么事都推到我妈身上 怪不得你在他面前永远都抬不起头 因为你就是没担当 滚 有多远滚多远 李雨晶 李雨晶 你 我没事儿 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 就是想试试 想试试万一呢 结果 结果还是一样 法律规定 他怎么能活 父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子女的义务 但法律没办法给每个子女 赔上一对尽责的父母 身为子女唯一能做的就是 适应环境 让自己成长 你不要丧气 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像不想低头的人低头 需要很大的勇气 林玉京 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你要真是我哥就好了 在法律意义上我就是你哥 那行 那说好了啊 以后有什么事 你照着我 我照着你 威ง 公交车到了 我走了 你去哪啊 我送你吧 不用 两站就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家店吧 是全普城最好的饮食店 还有我们家老板 叫卷宜 是方言集里之内不可多得的顶尖大师 这第一杯呢就进观云街的一霸 中心的住院她从此有一个平静的毛生 就你们家这破房子 给钱都不带有人住的 这房子怎么了 对啊 我家房子怎么了 为什么太差了 老鼠比猫还要大 而且都不怕人呢 小心点啊 你要把饮食店改成DIY手作店 我觉得 可以试一试 能看懂吗 这公式 不是 球鞋要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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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饿了 等会儿啊 我真像不你啊 饿了就有罐头吃 累了就有地方回 我要离开这儿了 可是我舍不得你 舍不得你 好 患者这几天 身体指标不太正常 要加强日常监护 晚上各位注意 定时巡查 顾医生 我知道他怎么办 不要着急 这两天 病人的身体指标 体症不太稳定 我们已经安排了 全面的检查 一切结果 等检查报告出来 陈姐 是不是快期末考试了 你回去好好准备考试 我大旧在这儿 有什么事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今天不上课 我也留下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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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店里 我去店里为大局 你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我去看舅舅吧 舅舅还好吗 他挺好的 我跟你们讲啊 我那天去的那个密室 真的就是你们难以想象 我也无法演表的那种刺激 我当时就走到那个拐角那儿 起码 我的身上不见五指 突然 我这下 旁边那姑娘下来都哆嗦了 我有一点无法 真的假的 我听你吹得怎么这么离谱啊 我那不许 你刚才听见里已经吹牛皮了吗 那么大一个 我可没吹牛啊 你听他想吹 这样 那么大 咋啦 不舒服 沈娟最近怎么总不来上课 不都要期末考了吗 通队们啊 这节课要大家自习吧 好好准备期末 是 韩萦 我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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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来一下 坐 来 来 来 刚才 你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说等这月期期末考试结束后 就把你的学籍给转回去 这事你知道吗 这件事有点突然 之前家长会的时候 我还跟你妈说 说你表现得很好 高考肯定能考上好的大学 没想到 这么快你就要转走了 老师还没来得及跟你好好聊聊 老师 您别这么说 这一学期 您对我特别好 我一直想跟您说一声谢谢 林云津 老师其实 一直都很看好你 你很聪明 也很懂事 你家里的情况 我也了解了一些 你一直都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孩子 转学对你来说多少有些影响 小为达 你现在的年纪 还不是把自己的想法付出实现的时候 我是想告诉你 既然无法阻止你父母的决定 那就不要再多想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了 你怎么最近总是不来上课啊 我接了个新单 然后客户催得很急 再忙也要注意休息啊 马上进步考试了 我们认识有多久了呀 好像第一次见面是开学前一周吧 这一学期算上考试和补课还有十天 咱们都认识一个学期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啊 一眨眼半年都过去了 你说以后会不会也像现在这样 搜了一下我们就高考 毕业 然后一起考进大学 或许吧 那到那个时候 我可不跟你选同一个专业 为什么 我想拿第一啊 我可不想每次都被某人压两分 再看着那个人臭屁的嘴脸 我有吗 等到那个时候 我就要随心所欲地活着 想干嘛就干嘛 想见谁就见谁 像那只鸟一样 自由自在的 时光是一朵梦花 你呢 你对未来 有什么期待 我希望 身边的人永远都在 没有历练 说星星好凉 我们都还这么年轻 还有大好前程 只要心里想着彼此 总会重逢的 你说得对 总会重逢的 写到哪了哪 多想拥抱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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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你一起追梦 我们哭过小狗的 请穿 还继续 好 诚信我的彩虹 多想 万能你啊 想陪你看 世界最美的风景 我们说好的 不散不忘 不分离 爱情在掌心发芽 心事在眼眸流淌 我们未完的故事 写到哪儿了呢 你想听我唱吗 心间遥远的风铃 是我偷偷为你 许下的一个愿望 我要为你种下 那身边约红色的枫叶里 雨后的天空 留下我们绚烂的梦 你老看着我 怕我拿你家东西 之前我不想让你住这儿 可现在你要走了 我竟然也不想 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我走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以后就没有人烦你了 走之前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帮我谢谢瓜阿姨 谢谢她这么长时间的照顾吧 还有吗 没了 李玉京 你在浦城这几个月 我没少帮你吧 真计较 放心吧 都记心里了 你心里有什么用 你得切实地报答 行啊你个傅民修 怎么着啊 这还没走呢 你就喊全名了 那你说吧 你想怎么报答 这个我得好好想想 你先牵着吧 这个话你 这个你留着吧 他不是说要报答我吗 我等你回来报答我那一天 那你可要好好等啊 走吧 哥送你回学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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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咱不是还有微信吗 以后可以发微信了 这个送给你 这是我的经理笔 我每次用它必考高分 你和我考试拿着它 放轻松肯定能考好 别哭了 徐如意 别哭了 又不是一辈子见不到了 我们这叫情比金尖 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了 你的室友又不止他一个 那你想要送你点什么呀 你就帮我办有些事情保密就好了 行 那你对徐如意好点 别老是做出一副 让人误会的样子 而且你明 好啦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我不走 我走不走 走不走 那不走俺 好好力道 嘩嘩嘩嘩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第一栏怎么没有倦爷跟林雨晶的名字 是不是搞错了 不可能 你眼睛毛使了你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搞的 不及格 不及格还剩了个大厦四方的自雄方煞吗 我怀疑他们搞错分数了呀 你就他俩这成绩怎么可能不及格啊 我都是及格了 走 问 来 去吧 没事 你叫沈娟 你叫李雨晶 我知道 你怎么还干什么默契啊 积末成绩都出来了 你跟倦爷不及格 这成绩肯定有问题 对呀 赶紧啊 找老叔问问 那上面贴着你俩没一个及格的 怎么可能 赶紧找老叔问一下 说话呀 你怎么了 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了 这次咱们班 考得不是太好 老师知道 你们学习呢 很辛苦 但还有一个学期 你们就高三了 高二下学期特别地重要 因为到了高三 基本上就是复习高一高二的课 尤其是高二 要个人 尤其是高二的课 还在吃 宝宿接 那我走吧 这次寒假不能松懈 作业要认真地做 知识点该记得要记 另外 还有一件事 相信个别同学呢 也已经知道了 咱们班的 林雨晶同学 要转学了 林雨晶 你有什么 是要跟大伙说的吗 来 上讲台上讲一讲 天大的消息 林雨晶要转学了 今天就走 你赶紧来学校 是 很抱歉 现在才告诉大家我要转学了 我很珍惜在这儿的时光 虽然很短暂 但也都是特别美好的回忆 谢谢大家这么久以来 来对我的帮助和照顾 也要谢谢老刘 好 祝大家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我会特别想念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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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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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还在上课吗 你们怎么出来了 你都要走了 我们能不出来吗 说走就走啊 连声招呼都不打 李雨昕 往我们处了这么久 你还把我们当朋友吗 你就这么走了 不得嫩娟爷吗 我们已经通知他了 他应该再来的路上了 李雨昕 你再不走 就真赶不上飞机了 我真得走了 拜拜 李雨昕 喂 我去 平安停泊 远方的是个藏进漩涡 小雨泪中会化作薅膜 想念的云随着风 倾落 师傅 我回家了 情在天高海阔 如灯火一起看日落 谁的梦又不曾美离过 我何曾失火 情在白日梦境透灯火 朋友谁经过 人生不过如烟 你如火 我依然是我 走吧 你知不知道 说半个小火 说半个小火 收不进来就是多数秒 我 Może 人家也着急,就得不着急 离别 一个总是和悲伤无奈相关的词 就像经历过寒冬才知道春暖花开的可贵 只有真正面对离别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认真地回望过去 从陌生的不期而遇 你叫沈娟 我只是想眼前的太高了 你会想吃一半 我只是想吃一半 就吃一半 你不吃飞 就吃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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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拿我手机干吗 这是你新学校的校规 还有学业安排 你看一下 手机我先替你保管 那我能不能先用一下 我答应了同学落地联系的 你都已经离开那儿了 还联系有什么用啊 可是我 小语 我好不容易把你接回来 就是想让你心无旁骛地去迎接高考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除了学业之外的东西 在我这儿都心不痛 走吧 是这样 我刚刚说的那几个细节 你再给我修改一下 另外 所有的勘探工作 都要分A B组 上装保检 数据要反复核验 明白了吗 我明白的 陈老师 事关工程安全 不能有任何传统 你就放心做你家里的事吧 那这 礼物带了吗 礼物 对啊 这么多年没回去 再接到儿子 您总得带个礼物啊 工作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这有我呢 您好工人也会去一趟 多配为孩子 好 行 那先这样啊 拜拜 警方的电话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请身后载波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is time ISG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请身后载波 请身后载波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 喂 大叔 报告你们也看了 多脏器衰竭 特别是肾脏 后续就算全力治疗 仪器用最好的 手术能成功 最多也就为之半年 很多家属这个时候 不愿意让病人继续遭罪 会选择保守治疗 放弃所有病理上的治疗 后续用药呢 也是以减轻病人痛苦为目的 如果第二种 能够撑多久 最多三个月 这是放弃治疗知情同意书 你们家属 考虑一下吧 小沈 你怎么在这儿 同样的城市和街道 从前的我只觉得嘈杂 手气却充满了留恋 当我们暂时无法改变的时候 唯一能做的 唯有紧紧握住眼前的美好 爱情在掌心发芽 心事在眼眸流淌 我们未完的故事 写到哪儿了呢 多想拥抱你啊 想和你一起追梦 我们哭过 笑过的 青春 深信我的彩虹 多想温暖你啊 想陪你看世界最美的风景 我们说好的 我们说好的 不散不忘 不分离 你想听我唱吗 心间遥远的风铃 是 hell of me 是我偷偷为你 偷偷为你 許下的一个愿望 我要为你种下 那身边有红色的枚 花月铃铃鸯 雨后的天空 留下我们绚烂的梦 时光是一朵梦花 原来你已把它收藏 我们洗尽千花 一起去看远方